怎麼會剛剛檔案通通都不見 錄很久欸 壞的叔叔 壞的叔叔 唉 做個蠢事啦 路半天沒錄到 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紹跟分享的是一個關於組合的小技巧 那這個技巧並不一定會完完整整的被落實在各位手縫的過程當中喔 那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小技巧就是 是如何使用我們的靈斬搭配靈錐來去做出更好的縫線效果表現喔 那麼今天我們所使用的工具是鹽田屋的十號斬還有鹽田屋的靈錐 那我這次所選擇的是靈斬跟靈錐的搭配喔 那麼在做法斬跟法錐的朋友們如果你們的風格是屬於比較精細的或是沒有雕刻的手縫 也可以依照相同的方式來去進行操作喔 這次所使用的靈斬啊 鹽田屋的十號斬 監距大概是3.3多 那因為日本啊他們是日寸喔 那法國是法寸 他們日寸跟法寸有存在一定的差異 所以 並沒有辦法說是3點 多多少 OK 3.3多多少這樣子 因為鹽田屋是手磨的嘛 所以一定會存在一點點的誤差 但大概會是在3.3左右 那他是十號的就是十字尺的意思 那 這次所使用的靈錐啊 這次所使用的靈錐 OK 這次所使用的靈錐啊 也是鹽田屋的靈錐 但是我有經過稍微的打磨跟修整還有拋光了 那靈錐的打磨修整跟拋光的方式啊 我會放在角落 其實他跟靈斬的打磨拋光方式是一樣的 你就去想可能靈斬是十字尺 那靈錐就是一字尺 所以我們可以對他來做稍微的打磨研磨拋光然後 讓他的尺寸或形狀比較 去貼合使用者的習慣喔 好 那接下來啊我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關於手縫木夾的部分 那這次我所使用的手縫木夾呢 是我朋友幫忙製作的 他的結構就是跟傳統 西部在縫馬鞍的一張凳 是一樣的意思 他是用腳去鏟來做夾緊 那腳去往後勾來讓那個尺去放鬆 然後來讓我們的木夾是打開的 所以這次使用的是落地式的木夾 他跟一般我們坐在屁股下面的木夾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第一個是他甲齒的範圍可以做的比較寬 因為木板用的比較大 那再者就是因為我長時間呢在做手工 如果 我都是坐在這種 坐臥式的這種 坐夾式的這種木夾的話 那久了之後我可能會 maybe 脊椎側彎或是頸椎受傷 所以在從日本回來之後啊 大總老師也告訴我他的建議跟想法 那我就請朋友 去製作了一個跟西部一樣的這種 結構式的落地型的木夾 他可以讓我在做手工的時候 頸椎比較不要那麼酸痛 還有我的腰椎比較不會因為 長時間的坐在木夾上面側傾 導致可能腰瘡悲痛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接下來呢 所要使用的工具呢 一共就只有這三件 就是我們的靈椎 然後我們的 靈斬 還有我們的木夾 當然還有針跟線跟皮革 那我們就開始盡情接下來的分享吧 好我們從 簡單的 穿針先開始講 我用的是德國S加U的針 那出戲大家可以自己跟 習慣的 針的出戲去做 搭配 那線的部分 我並沒有 特定使用說 一定要有什麼線 那我個人的話我蠻喜歡這種就是它是 可以做 燒結的線 那 穿 針孔的時候 很多人會直接去做 穿針孔的動作 那其實我是比較不建議這樣子做啦 因為如果你們後面想要 拔掉線 如果線不夠長 想放線的話 其實 先穿針孔 再去 批這個線 去穿線 去穿線的話 我覺得 不太妥 不太妥 所以 我的做法是會先把 針 穿到線 然後才穿針孔 OK 才穿針孔 那 通常啊 我會取一個大概就是 跟 針差不多長度的線 跟針差不多長度的線 然後把它捏住 捏住在這個地方 捏住 然後呢 把 針的頭 去先穿過線 穿兩次 穿兩次 這樣穿過去 OK 可以看得到嗎 我再穿第二次喔 我近一點的穿 給各位看 捏住 線 這邊已經穿一次了 會這樣 捏住 然後 然後把這個針的頭 去穿過線 就這樣 這樣子穿過去 這樣子 穿過去 穿過去兩次 它呈現一個 U型 這樣看得夠清楚吧 這樣 好了之後呢 我們才把 後面的 這個纖維 穿過針孔 才把後面的纖維穿過針孔 這樣 這樣 穿過去之後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之後啊 我們把 線 拉到底 然後再把線往針的尾端拉 OK 你看 你看 這個時候就 完完整整的 卡住了喔 這個時候就卡住了 這時候我們再去進行縫製的時候 它就 不需要打結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打洞的動作囉 我們這邊所使用的是 鹽田屋的 10號的 零斬 那麼 零斬的話 它的尺尖喔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 尖的 它不像發展是平的 OK 所以 它在對的時候 像這樣子對在線上的 不是像 發展對在旁邊 那我們就先進行打洞 我來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打洞的時候 我剛已經把兩片皮革對貼了 我已經對貼了 那打的時候我做示範好了 上面 用我們這次要用零追刺穿的方式打洞 那下面我用一般大家直接做擊穿的方式 做打洞 讓各位看看它的差別 究竟是 差在哪裡喔 好我們上面啊 要用跟零追方式 差的方式打洞 所以我們會像這個樣子 我們沒有要打穿它喔 打穿它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 就可以了 如果是我們平常製作的方式 的話 有的人 打穿的話 我們打穿的話 它的效果會是這個樣子喔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是沒有打穿的 下面是打穿的 下面是打穿之後的樣子 然後這皮革大概是 4mm左右 2mm的兩張對貼 然後大家可以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這個的洞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那我們預計可能平常要縫的線 就沒有辦法去 把它做填滿的動作 OK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皮片夾持到我們的 木夾上 那夾持的時候我通常會建議就是 孔洞盡量貼近我們的 木夾 那這樣子在縫的時候比較 不會容易 去扭 扭到或偏到 好然後我們把它夾緊 夾緊之後啊我們要拿我們的 鱗椎那鱗椎的持握方式會是像這個樣子 這樣子 握著 這裡抵著掌心 握著然後用食指跟 掌心的部分去往前做刺穿 往前去做刺穿 對著我們剛剛一開始 打好的點 然後去做刺穿的動作 那刺完之後就可以把 線 穿過去囉 這邊我覺得比較需要練習的一個點 這邊我覺得比較需要練習的一個點 我們怎麼樣子讓你拿 然後 錐子 跟針 在戳跟縫的時候 互相去做切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這樣子戳 戳完之後 拇指 捏住針 這樣子是縫 然後再晃過來 食指跟中指 夾著針 然後 再去戳完 換過來 戳完 換過來 OK 好 然後就是這樣子 一此類推著去把它 縫完 出過來 出過來之後 針 在這個的下面 然後輕輕的拔出來的時候 一起 跟著 回來 一起跟著 回來 然後再做 拉線的動作 會是這個樣子去做 縫製的 所以這時候洞就不會像剛剛 下面這一種的洞 這麼的大 然後我把 兩邊縫完之後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差別 大概會是像這樣 反正因為這塊皮啊 本來就比較乾 是邊皮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扭 它是會有痕跡的 所以縫起來 邊邊這個乾乾的 是因為 皮的關係 皮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的是 尖距的部分 主要是給各位看這個 尖距的部分 尖距的部分 好 然後這個就是 我們縫完之後 正面的樣子 大家可以稍微的 看一下 一樣的 尖距但是上面是 沒有打穿的 那下面是 打穿的 所以上面是用刺的 下面是直接貫穿之後 直接手縫的 它的差異效果在這樣 那我把它稍微的用 敲線槌敲一下好了 各位可以看得更加的 明顯喔 上面 下面 是用 零錐刺的 那下面 是直接打穿的 它的效果 有沒有 一樣的皮的厚度 那一個打穿 一個沒打穿 上面的看起來可以把 孔位給填滿 洞的孔位填滿 下面的話你就會覺得它比較 一點一點的 一點一點的 沒有辦法 把洞給填滿 那背面也是 背面的話這是 上面 下面 差別 我放很大在看啊 那如果大家 拿遠看應該很明白我說的意思 下面的很明顯就是 一點一點的 那上面的話 至少它的線 可以把洞給做一個 補滿的一個效果 好希望啊 剛剛介紹的分享啊 對於正在想要做 手紅的你能夠有一定的幫助 那 法追跟法斬 其實用法也是 一樣的意思 只是說 它的形狀跟 對那個打斬邊線的 間距不太一樣而已 那其實我們知道啊 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斬 不是擊穿的 不是打到底的 在日本 或是法國 他們會做這樣子的 加工方式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啊 越後的皮革 我們去做打穿的時候 視覺上看起來 間距 我們斬的間距看起來會變得 更 小 我講的是間距喔 不是孔洞 皮越厚孔洞越大 但是 你去 縫出來之後 它的那個線啊 會讓你感覺到 它的那個 間距變得比較小 沒比說你的斬是 4mm的 但是你的厚度如果很厚 也是 4mm的 那你縫完之後 你斬的那個間距 跟線 的視覺效果 看起來可能就只有 3點多 但是因為洞比較大 所以你的縫線 並沒有 有效的辦法 去填滿你的 臨斬打的洞 或是 發掌打的洞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才會使用去做追穿的動作 那相對的來說 臨斬 或是發掌 我們的功能啊 就不是 只是擊穿了 我們可能是在上面去壓一個有間距的點 然後讓我們的臨追 或發追 可以更有效的 符合這個 點或這個 小洞 凹槽的形狀 去進行 穿刺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縫起來再搭配你的線 你才可以跟你一開始預想版型 所要搭配的縫線間距式 一樣的那種 平衡感 效果喔 好啦希望今天這部影片呢 大家可以學習到一些不一樣的手法跟技法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我看到的話都會回你們喔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Fiv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